今天有位大哥又给我推荐了一个 名为奇风闪电猴的出装 我是发现了 你们现在给我推荐出装 那主打的就是一个抽象是不是 不过没有关系 我这么充粉肯定都给你们安排上 虽然你没有名出 但是你这套出装 它是完全没给惩戒留位置 我就自作主张再抽象一点 再个闪现 前期编路猴有点弱 我们拉扯着它 用一技能跳一下 马上二技能跳走 虽然说没有给它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但主打的就是一个气势上不输 经历了漫长的前期的过渡 我们来支援一下 预警老虎直接一技能给它一关 开启大招再来一关 等它想跑二技能再来一关 然后它想翻打 我们直接溜 蔡配合着后面赶来的打野给它拿下 他最后还不是考队呦 看你懂啥 这叫戒事 蔡回来把正式做一下 这节奏扑就起来了嘛 这里提前观察到后面有好几个残血 一技能敲过去 把它当做跳板 跳过去收掉后面的残血 那个女人追不上 再绕回来收掉这个心大还不走的嫦娥 话说这有蓝的嫦娥是真难受 三棍才打掉它半个血 完全不像这个时候 没蓝了 直接二闪过去 两棍带走 而真正的崛起大概是这一波 嗨 团战打完你还有被动啊 你怎么参得团 二技能之上直接 带走老虎 三连绝胜 上路有兵线 所以有视野 它肯定不会过去 所以一定会找个地方 突破着回城 所以我在赌 救赌它 在这里 当然这都是在团的过的时候 团不过的时候 自然也有它的打法 就比如说偷摸着摸两下塔了 偷偷的再拨线了啥的 而且通过跳棍呀 闪线呀 奔狼呀 对面还抓不住啊 呵呵 优优独播剧场上 哎呀 我就该死的 图书安放的 瑞琳